在同床一梦二里面,秋辞炫得知自己怀孕了开心的跟公公婆婆视频,不断地喊着爸爸却说不出口我怀孕了,演播式的嘉宾看到秋辞炫哭都被感动到了,最后终于说出来,公公婆婆感动的声音都颤抖,叮嘱秋辞炫一定保重身体。 雨小光也着急从片场赶回首尔,在车上电话响不停,都是好友得知秋辞炫怀孕了前来祝贺的。秋辞炫也曝光了少女时代允儿的祝贺短信和圈内好友的短信,大家都为秋辞炫感动高兴。秋辞炫自己在韩国的家中回复着短信,等待雨小光的到来。 在这里我们发现秋辞炫第一时间告诉的除了雨小光再就是公公婆婆,压根就没有提及自己的家人。秋辞炫在某档节目里面坦言自己的身世,因为爸爸家里重男轻女。 后来秋辞炫为了妈妈的幸福劝说他们离婚了,秋辞炫原本还有个妹妹,后来不幸蜜水身亡,妈妈因此怨恨秋辞炫,对秋辞炫很少关心。 现在爸爸妈妈都过得很幸福,自己也融入不到其中了,曾经很瞧不起妈妈生了个女儿的奶奶。 看到秋辞炫发展这么好,也要求见秋辞炫。秋辞炫为了妈妈不伤心也没有去见过,但是会给老人价钱。 不过秋辞炫现在嫁给了雨小光,遇到了待她如同亲生女儿的公婆,幸福会迟到,但是一定会到的,祝福秋辞炫可以顺利生下健康可爱的宝宝。